嗨大家好我是丑夫 如果你是奶爸宝妈 然后恰巧你的车呢 平时是负责接送家里的娃的 然后这期视频呢 或许对你有帮助 我身后这是一台特斯拉的Model Y 然后两年前在我们这边贴的这个 叫欺负你蓝 欺负你蓝 对 昨天这个车主来的时候呢 我开玩笑说 因为它是男的嘛 我说贴这个颜色的车呢 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 下来是个绿车主 然后为什么你一个男的 你会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它给我的一个解释呢 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现在呢这台车是 把这个Tiffany蓝呢 全部撕掉 然后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 它原车是白色的 对 你看特斯拉要么白色 这个也是白色 这个是贴车衣的 然后黑色 还有什么红色灰色 但是一般来说呢 路上见的最多的 应该就是黑色了 应该就是黑色 白色可能还少一点 然后这个车主呢 他自己开Model Y 他老婆呢 是开Model 3 红色的 他昨天跟我分享说 平时在接送小孩的过程中啊 基本上在学校门口看到的是 一长排的黑色的Model 3 或者是黑色的Model Y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哇 然后还有一个是50的mini 就是专门接送小孩的 而且是轻衣色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呢就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的孩子出学校的时候 分不清到底哪台车 是他们爸爸妈妈的 所以说可能要早半天 他就想了把自己的车的颜色呢 打扮的特别一点 后来他们学校门口 像50mini啊 这些车型就颜色都很特别 咱们定制的彩绘啊 或者小朋友喜欢的一些 漫画动画的一个形象啊 然后给他贴起来 就是说他们的小孩呢 就一出校门就知道 冲向哪台车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呢 非常值得大家参考 如果你平时在 接送小孩的过程中 他们不难找到你的车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 去贴一个改色膜 或者定制一个彩绘的贴膜 特别是定制彩绘的贴膜啊 是小朋友自己喜欢的 一个卡通的形象啊 每天可能繁重的学业 一天下来出来 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个车车 肯定会心情也会好一点 像这种地方都是开门磕的啊 对 没有伤到里面的漆 但是呢 有两点就是这里 这里 裂了 裂了 应该是开门的时候 太用近了 然后这个地方裂掉了 然后车主说呢 就不用去修它 因为修的话 因为这个是旅门嘛 呃 那个特斯拉那边就说是 整个门要换的 是修是修不了的 直接到时我们给它披个灰 盖上去就OK了 然后他说他老婆那台MOTO3呢 可能是开门的时候经常磕吧 然后就这里这里这里三点 然后特斯拉那边说呢 呃要弄的话直接两根门都要换 成本太高了 这里有个坑子 他说也不用弄啊 直接披个灰批瓶就行了哈 因为吃也没有伤到 就是凹了 倒车的时候那里倒点 对 如果没错 秋帆 浅 ide 写 写 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